脸上戴着口罩 头戴鸭舌帽 几乎挡住整张脸 他们是网红反哭男孩 成员蕾拉 以及她的先生唐宇 不出新北剑 两人不发育 快步走上车离开 因为涉及了毒品案 复训后 检方预令试回 我们来去 阵亡庙第二天 走吧 网红夫妻党 自然不做做风格 经常拍片与粉丝 分享日常生活 但这回惹上了大麻烦 警方掌握线报 六号上午持G票 搜索票 来到中和这处社区 这里是反骨男孩 这个成员蕾拉的住家 而果然警方搜索之下 发现夫妻持有违禁品 两人都被带回 警方持G票搜索票 在屋内搜出了少量大麻 还有毒品吸食器 两夫妻被带回 新北行大制作笔录 据传两人必重就轻 唐宇声称在泰国买大麻 不晓得为何会出现在台湾 警方六号一早行动 并分多路 涉案的还有他 真的是很难过 但是我必须这么讲 就是看YouTube的长影片 这件事情 他本身已经不流行 YT订阅数有259万的网红 Joman 也在这波松索行动中 被警方带回 新北行大证实 逮捕了一名翁姓男子 他供称大麻是网路购买 我们向网红夫妻经纪人 以及当事人脸书求证 结稿前都没有回应 是让网红艳尿送检 后续除了得面对司法调查 还得跟粉丝交代 怎么会非法持有大麻 三级讯会从邵紫阳 S群小组 新北